他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 全国硕国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他是中共七大选举的最年轻的后部中央委员 毛泽东为他亲笔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评价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称赞他炉火纯青 他蒙兽冤屈长达十六年 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 他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 永当改革开放的先锋和闯将 他以一片赤诚之心 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事业 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他就是习仲勋 四月的广州是木棉花盛开的时节 木棉花又被广东人称为英雄花 树干高大挺拔 色彩稳重庄严 洋溢着勃勃生机 1978年4月6日上午 出席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的一千三百多名代表 共同见证了一个历史时刻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韦国卿 宣读了中央决定 习仲勋同志到广东工作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 习仲勋发表了几席讲话 他表达了努力做好工作的坚定决心 还风趣地说 北方水土养育了我大半辈子 现在到了广东 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 他的讲话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听这个话 这个一个高级的领导干部 在传会上讲 讲这两句话是非常感应的 就把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心 就连到一起了 大家对他的充满着期待 所以他这一方法做 上半辈子就在我们广东了 就感觉到振奋 当天下午 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一次会议上 习仲勋当选为省委第二书记 不久第一书记韦国卿回北京工作 习仲勋担起了主持省委全面工作的重任 同年底中央正式任命习仲勋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省革委会主任 习仲勋刚一复出 就被委以把守国家南大门的重任 可见中央对他寄予的信任和厚望 多年后习仲勋回忆当时的心情说 一个共产党员还有什么能比为党多做些工作而感到幸福和自豪的呢 我已有16年没有工作了 一出来工作就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广东 觉得任务很重 心里不大踏实 当时中央几位领导同志 特别是小平建英同志都找我谈话 要我大胆工作 来了要放手干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广东形式复杂 百乱代理 习仲勋在调查研究后认为 广东省的党组织和各级领导班子 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 不少干部对很多重大问题认识不清 中央的路线方针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 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经过认真分析 认为不解决干部队伍的这种思想状态 就谈不上开创广东工作新局面 必须用整风的方式 解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 把党的优良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 习仲勋雷厉风行推进的整风运动 得到绝大多数干部的支持 但也有少数同志 担心这样做把矛盾揭开会捅出乱子 一些人的发言讲话还没有摆脱那个时代的贸易 往往上纲上线 有人甚至把状告到中央 对这些不同意见 中央经过研究 明确转告广东省委 仲勋同志去广东后大刀阔斧 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 工作是有成绩的 我们完全支持仲勋同志的工作 如果有同志感到有什么问题 希望直接找仲勋同志谈 中央经过研究 现在对着一个人 但也说它就是支持我 那不是支持我一个人 就是我们广东 然后呢 中央的一个人大刀 国府啊 那个拔破军选的 银沉沉的 你看 也是说我一个人 不是耶稣一个人 也是在中央来支持我 那么有了这多年 省委教官就敢大胆地来开展 在习仲勋和省委一般人的领导下 广东半年多的整风运动取得明显成效 彻底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 思想混乱的局面得到改变 领导班子建设普遍得到加强 干群关系得到改善 各项工作都有了新的起色 在广东开展整风运动期间 一件涉及指导思想这个根本问题的大讨论 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 1978年5月11日 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习仲勋以政治家的敏锐目光 深刻认识到这篇文章的重要性 指示广州市委机关报 广州日报和广东省委机关报 南方日报迅速予以转载 此时距离习仲勋恢复工作不过两个月 但他在原则问题上 用实践标准总结广东各项工作的经验 广州市委员文章 习仲勋说 我们在这方面表态早点 不但表态 而且组织大家讨论 不仅省委讨论 省委常委讨论 而且下面的干部群众也参加讨论 这是1978年9月20日 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省委 主持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新闻稿 岛屿中突出提到 习仲勋指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 而是一个有重大实践意义的问题 习仲勋是建筑报端 公开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 第三位省级主要领导人 他在省委扩大会议中强调指出 离开实践 理论一文不值 马列读得多 但不同实践结合 那有什么用处呢 一定要敢于突破两个凡事的禁区 这样我们才能敢于独立思考 开动脑筋 开动机器 思想才能活跃起来 敢想 敢说 敢做 才能生气勃勃 全省上下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解放了思想 有力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 为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 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文化大革命中 广东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 积累了大批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 不解决这些政治包袱 就难以迈开前进的步伐 习仲勋决心先从一些影响大的案件入手 抓一些典型案件的平反 这其中的澎湃烈士案 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 澎湃 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农委书记 海陆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 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 1929年因叛徒出卖 在上海英勇就义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澎湃的故乡广东海丰 掀起一股反澎湃的恶浪 澎湃的儿子澎洪被迫害致死 之而彭科等数千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和牵连 陈平是澎湃的儿媳 澎湃的妻子 自1968年后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丈夫 申诉多年却都石沉大海 1973年周恩来曾亲笔批示 查处海峰反澎湃事件 但由于一些人的阻挠 周恩来的批示一直被搁置 直到1978年 事情才迎来了转机 把我带到礼堂去的时候 实际上石中心在礼堂等我了 他就把我的手抓得紧紧了 他就找到了找到了 石中心就很清晰地 怕我哭 就把我按照这个 最重要不要哭 墙强起来 墙强起来 彭家的样子一定会解决 要解决 他说你一定要墙强 习仲勋选择这个案件为突破口 同样遇到了极大阻力 个别靠造反起家的人 公开表示反对 他扬言要上告中央 习仲勋忍无可忍 拍案而起 在习仲勋的强力推动下 澎湾烈士案沉渊昭雪 1979年2月12日 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 报道了澎湾烈士冤案的平反过程 这桩在全国具有深远影响的冤假错案被载入了史册 在习仲勋领导下 广东省委发出一系列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各项政策的文件 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步伐 一件件冤假错案得到平反 就感觉到就是这种破冰的声音 听到那个冰在裂的那种 一片一片地在裂 一片一片地在变 所以这个习仲勋老书记来了以后 其实感觉就是很多老干部心里面就燃起了希望 燃起了信心 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如春风话语 抚平了多少心灵的创伤 赢得了多少疏离的民心 可许多人并不知道 习仲勋在广东大刀阔府平反冤假错案时 他自己身上背负的冤案 尚未完全得到平反 直到1980年2月25日 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 习仲勋才获得彻底平反 除了平反冤假错案外 习仲勋在民族宗教工作中也积极地推进拨乱反正工作 南华寺始建于公元502年 六祖慧能曾在此为禅宗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世界佛教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其真身亦供奉于此 文化大革命中 南华寺被改成了学校 文物遭受严重毁坏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给习仲勋写信 向他反映南华寺的情形 在习仲勋的推动下 1981年10月 南华寺六祖殿重建一新 港澳和广东等地宗教界知名人士 再次听到了断绝多年的南禅范音 经过半年多的整风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等拨乱反证工作 广东干部群众气顺了 新奇了 思想解放了 习仲勋率领省委一班人 开始着手谋划发展的新思路 一向坚信离开客观实际什么也搞不出来的习仲勋 把调查研究作为破解发展难题 探索发展路径的抓手 他第一站到的是毗邻香港的保安县 在中英街上 习仲勋看见竖在街中间的十吨 把一条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 两边贫富对比鲜明 香港那边车水马龙 人头攒动 一派繁华热闹 而保安这边却是房屋低矮破旧 街面萧条冷落 一路上 保安县的农田里也显得冷清落寞 本是收获的季节 田里却只有一些老人 父女 小孩 以及兵凡部队派来的战士帮助收割 群众偷渡外逃至港澳 是广东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特殊问题 由于文化大革命内乱影响 广东这边一些群众温饱尚未解决 而一和之隔的香港已是亚洲四小龙之一 同样一天的辛劳 两边收入相差一百倍 习仲勋深入了解情况后 对当地干部说 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 问题解决不了 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饭呢 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 是人民内部矛盾 不是敌我矛盾 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 主要他是感觉到过去那一套 已经不适应生长节发挥积极性了 他就更看到我们政策的不对头 所以他说 他就说说到底还是个政策问题 保安之行中 习仲勋也看到了让他欣喜的几处典型 蛇口的渔业一大队 有五艘渔船 二百多个劳动力出海打鱼 生产搞得不错 渔民收入也较高 还有两家来料加工厂 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 通过赚取加工费 既增加了集体和个人的收入 也解决了富于劳动力的就业 这次保安调研让习仲勋感触很深 他说 我看主要还是政策的问题 只要政策搞对头了 经济很快就可以上去 按照习仲勋说办就办 不要等的指示 珠三角的一些地方 利用地理禁人头熟的优势 积极引进香港的资金和技术 到1978年底 已确定引进的几十个项目 总吸引港资近四千万美元 结束保安之行不久 在七八月间 广东最酷热的季节 习仲勋又马不停蹄 赶赴越东梅县 汕头汇阳地区的二十多个县 深入调研 这次调研 他切实赶到 由于文化大革命 长达十年的破坏 不少干部在相当程度上 背离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听不得相反意见 只能听顺耳话和好听的话 严重影响了决策的正确性 他要求领导机关的作风 要来一个大转变 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恢复和发扬起来 使人民群众相信我们 是为他们办事的 你身边有敢讲话的人 如果身边的人都是 你讲一句 对对对 你讲一句 是是是 那你怎么用 他不要求这种力 他要求你 就是你赶紧 四十九十 让习仲勋没想到的是 回到广州不久 他自己就遇到了不同意见的考验 一九七八年九月底 惠阳地区检查分院的一位干部 麦子灿写信给习仲勋 措辞激烈地批评说 你是一个爱听汇报 爱听漂亮话 喜欢夸夸奇谈的人 你讲话中 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 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 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 看你是否夜宫耗龙 麦子灿写这封信的原因是 习仲勋在惠阳调研期间 表扬了惠阳地委的淡澳和制水工程 而麦子灿认为 这个工程把附近几个公社的生产队搞得倾家荡产 实际上是刮了共产风 而且原计划一年通水 结果三年都未完工 他认为习仲勋仅凭惠阳地委的汇报 而没有听取群众的意见 就予以表扬是不妥的 秘书收到这封信后出了一头冷汗 没想到习仲勋看完信后 非常重视却又十分坦然 他在省革委会主任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 并称赞 这封信写得好 还可以写得重一点 下面干部敢讲话 这是一种好风气 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 他给麦子灿付信 你9月25日的来信很好 对我们各级领导班子 特别是负责干部目前的精神状态 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十分重横的意见 我表示诚恳接受 同时习仲勋还将这封信 印发给各级领导班子 并附上他给全省县以上党委 和省职局以上单位负责人的信 他在信中说 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 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存在的 不实施求是 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争编 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 紧醒过来 事后 惠阳地委组织干部 认真学习讨论了习仲勋和麦子灿的信 对照检查了在民主作风和群众路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制定了整改措施 实事求是地修改了原来治理弹奥河工程的计划 心底无私天地宽 精怀坦荡生自愿 习仲勋处理麦子灿批评性这件事 在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中 一时传为佳话 1978年11月8日 人民日报以不要怕听刺耳的话 鼓励干部群众讲话为题 转载了这三封信 1978年底 习仲勋在北京出席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 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定 实现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 习仲勋在这次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改革开放的航船扬帆启程 广东要扮演怎样的角色 1979年1月 习仲勋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贯彻落实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习仲勋要求大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尽快把广东的工作搞上去 他强调 毗邻港澳 这是很有力的条件 我们可以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搞补偿贸易 搞加工装配 搞合作经营 会议期间 广东省委决定将保安县改为深圳市 珠海县改为珠海市 会议结束后 广东省委派出八个调查组深入基层继续调查研究 从调查研究中形成了新的认识 在改革开放中 广东要先走一步 先走一步 说起来轻松 但没有中央同意 这一步也许根本就抬不起脚 1979年4月 中央再次召开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讨论国民经济调整 在这次会议上 习仲勋说 广东临近港澳 华侨众多 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力条件 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 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 让广东先走一步 放手干 会议期间 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 听取了习仲勋的专题汇报 习仲勋再次提出 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 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 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 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 珠海 以及属于重要桥乡的汕头 各化出一块地方 单独进行管理 作为港澳同胞 华侨和外商的投资场所 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 但这个地方究竟叫什么名字 一时还定不下来 邓小平当即对此表态说 还是叫特区好 闪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吗 他同时也表示 中央没有钱 可以给些政策 你们自己去搞 杀出一条血路来 杀出一条血路来 意味着广东接下来的探索 没有心力可循 没有经验可见 一切突破旧观念 变革旧体制 挣脱旧枷锁的举措 都需要他们 以一往无前的开拓勇气 去自己担当 为全党全国 找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习仲勋很清楚 邓小平这一番话的含义和分量 会议一结束 习仲勋就赶回广东 立即向省委常委 传达中央工作会的精神 习仲勋特别向常委强调 广东要求先行一步 不光是广东的问题 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问题 是从全局出发的 我们挑的担子很重 但很光荣 要好好搞 1979年6月6日 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 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 扩大对外贸易 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 6月9日 福建省委也提出了类似的报告 7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 批转了广东和福建两省的报告 也就是广东干部群众 盼望已久的 中发197950号文件 文件指出 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 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给地方以更多的主动权 使之发挥优越条件 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 先走一步 把经济尽快搞上去 出口特区 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市场 特区内允许华侨港澳商人 直接投资办厂 也允许某些外国厂商投资办厂 获同他们新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事业 中央的这个50号文件 就成为广东 事办两个经济特区的准生证 有了这个准生证 广东就能够利用广东 自己的那个 毗邻港澳的那个经济条件 来引入外资 就能先走一步 这个广东先走一步以后 就成为全国的一个试验田 窗口 也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然后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 如何贯彻执行中央50号文件 习仲勋曾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古墓 提出了小稿 中稿 还是大稿的问题 古墓答复说 中央就是要广东先行一步 要广东大搞 小步走就起不了这个作用 广东非得快马加鞭不可 要抢时间走在全国的前面 广东除了要把本身的经济 很快搞上去之外 还富有创造经验 闯路子的任务 这对于习仲勋来说 压力无疑大了很多 但他也提前做好了准备 他说 我们各级领导干部 拼劳命 也要把广东这个体制改革的试点搞好 在习仲勋领导下 广东省委成势而上 大胆突破传统经济体制束缚 率先在价格体制 企业管理体制 商品流通体制 外贸体制 农村经济体制等方面 进行改革探索 广东成为了全国的 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排头兵 今天 深圳早已从一个落后的渔村 成长为一座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国际化大都市 用四十多年的时间 就走过了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 上百年走完的历程 改革开放发展了中国 也影响了世界 而这一切的起点都来自那一次次敢为人先的尝试 1980年9月 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补选习仲勋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67岁的习仲勋 再次走上国家领导人岗位 1980年11月9日 中央决定习仲勋调中央工作 1982年9月 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 习仲勋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习仲勋在广东工作只有两年十个月时间 但它是在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转折时刻 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开创性工作 习仲勋以实事求是的精神 无私无味的勇气 拼搏进取的干净 奠定了广东改革开放的基础 为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 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 付出了巨大心血 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习仲勋晚年很多时间生活在广东 他守望着这片曾经付出无数心血的热土 惦念着他热爱着的人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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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